你有聽過年輕人不講武德 或是浩子偉之跟閃電五連編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這個中國過去幾個月爆紅 去後被官媒痛批喊停的馬寶國現象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剛剛講到的經典台詞還有動作 相信很多人應該都不陌生 但如果從來沒有聽過的人 大家或許可以先來看看這些網路上的精彩作品 那從今年5月左右以來 這位馬寶國可以說是攻佔了中國大大小小的網路平台 根據媒體報導,有人統計過 在中國的B站上 網友平均每小時會上傳48.5個馬寶國的影片 可以說是形成了一個馬寶國宇宙 不過這樣爆紅的馬寶國現象 在11月底的時候,卻突然被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喊停 人民日報一篇文章的標題寫著 《馬寶國鬧劇該立刻收場了》 而另外一個官媒新華社在一篇評論中 也質疑這到底是在奉行什麼樣的價值? 結果在官媒出生之後 馬寶國各種鬼畜、惡搞的影片最多的B站 也迅速發表了一篇公告說 為了糾正大家過度炒作馬寶國現象的趨勢 筆展即日起將嚴格限制審核 管理馬寶國相關視頻內容 履行平台的社會責任 不過,就只是一些網路上的惡搞影片嘛 為什麼中國官媒要出來批評喊停咧? 那我們還是先按照順序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馬寶國到底是誰? 為什麼他會爆紅? 然後又是為什麼會引來中國官方的點名批評? 馬寶國自稱是魂圓形異太極門的掌門人 他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網路上面 應該是2017年的事情 當時中國網路有一個爭議的網路紅人 叫做徐曉冬 到處在踢爆各種武術大師造假 當時還沒有什麼名氣的馬寶國 就在媒體的專方裡面 評論了徐曉冬與另外一名武術家雷雷的比賽 然後在採訪中還說自己手中有一個 長年練太極練出來的太極球 那馬寶國當時也跟徐曉冬約戰 結果雙方約好的比賽 在開賽前10分鐘 就出現了警察說這次比武沒有先申請 所以不能比賽 結果比賽沒有打成 徐曉冬還被警察帶走草草收場 而馬寶國和徐曉冬在賽後互相指控 對方不敢跟自己打架才叫警察來 那從那個之後開始 很多人就知道了馬寶國這個人 但是他到底強不強 到底有沒有料,還是縱說紛紜 他曾經宣稱 他出生在武術的世家,自幼習武 並且在年輕的時候就悟出了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的道理 年長之後,陪兒子去英國讀書 在英國教武術,收了20多弟子 還曾拍攝一支影片 在片中,馬寶國用他自創的 揭畫發絕技 打敗了歐洲的自由搏擊格鬥 MMA比賽的冠軍 不過雖然有這樣的影片 但影片內容也被一些人質疑說太假了 而且除了這些自己吹捧自己的說法以外 也沒有多少人看過他現場展露這個武術的功夫 直到今年5月的那場比賽 謎底終於揭曉了 在今年5月的時候 在中國的山東 有一場叫做演武堂的搏擊比賽 在這場競賽裡壓軸的 就是已經稍有名氣的馬寶國 還要對上的是一位50歲 叫做王慶明的業餘搏擊選手 而在這場比賽裡 大家終於看到馬寶國的真功夫了 呃...對,可以說是不堪一擊 他短短30秒內就被王慶明一擊KO 再站起來又被KO 然後又再站起來再突被KO 結果這支影片 迅速在中國網路上流傳看來 而這個時候又有人挖出他今年初 在自家的魂圓形意太極門的招牌前面 拍攝的那支經典影片 在那支影片裡面 馬寶國頂著一個被揍右眼的熊貓臉 侃侃而談 他被兩個年輕人在健身房暗算的故事 在這場影片中 馬寶國會聲會影的提到 自己被年輕人的左字拳偷襲 擊中他的右眼 大意了沒有閃 馬寶國說這兩個年輕人 不講武德來騙來偷襲 也勸他們好自為之 武林要以和為貴 要講武德不要搞窩裡鬥 而另外 也有人挖出他之前 在介紹自己發明的閃電五連編的影片 這個閃電五連編的動作 真的是非常的摳聲莫測 總之這些素材在短時間內 被中國網友們大量運用 拿來鬼術和創 原本看似被打趴一敗塗地 甚至是被嘲笑成騙子的馬寶國 卻因為各種嘲諷他的鬼術影片 實在太好笑 幾乎可以說是流量保證 結果反而讓馬寶國 成為了一個超級網紅 不過任以弘更有起底 還有批評的聲音 也是會跟著多了起來 比方說 之前馬寶國宣傳的那個 打贏歐洲MMA冠軍的影片 有人找出那位冠軍匹德俄文 結果對方說 他當時只是受僱於馬寶國的弟子 被找來拍了這部短片 他以為這只是宣傳表演 因為動作都是設計好的 但他根本不可能認真的 跟一個老先生對打 而關於他自稱的 《混原形役太極門》 也要另外一個名字類似的 《混原太極權門派》很頭痛 這個門派發表了一篇聲明說 《馬寶國是山寨他們,他們才是正宗》 也有人爬出了這個 馬寶國之前開太極課的價碼 說馬寶國一堂課就要收1000人民幣 一次還要買食堂 懷疑他根本就是在搞負面行銷 想要藉此招攬生意 但對許多汪友來說 他們根本也不在意馬寶國的背景 或是他開課收多少錢 甚至大家也不在意他到底能不能打 或是武術強強 因為在大家的眼裡 馬寶國的形象 本來就不是一個武學宗事的形象 反而馬寶國越是有著負面爭議 但他在惡搞他的各種自創的 這種絕學神功的時候 就更是可以用力做 那就這樣子,在很短的時間內 B站還有其他中國的網路平台 幾乎可以說是被馬寶國給霸佔 一時之間就像一個嘉年華會一樣 但就在這個嘉年華的最高峰的時候 中國官媒出來喊停了 中國官媒對整個馬寶國現象的批評 主要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個是針對馬寶國這個人而來 像是說他實際上就是一個話眾取醜、招搖撞騙 說到底就是一場鬧劇 或者說他口口聲聲弘揚傳統武術 實際上做的都是傷害傳統武術的事 不過符合這樣敘述的人 肯定不只馬寶國一個 但造成這樣大流行現象的卻沒有幾個 所以官媒接下來又畫風一轉 開始批評起馬寶國背後的人 官媒認為馬寶國背後的人 以及炒作放大這些互聯網的平台 其實都是為了流量跟商業利益 或者是說平台不該放任神醜文化成為流行 因為這是不顧社會風氣跟價值觀 也是對未成年人的錯誤示範 不過看到這邊再仔細想想 所謂的神醜文化 怎麼有辦法去攻陷整個中國的網路圈 成為一個現象呢? 這背後或許也不只是商業平台推波助瀾的影響而已 對於官媒批判的神醜文化 有些人認為 大家會喜歡看這些惡搞、戲虐 甚至嘲諷特定醜角的影片 可能是因為這滿足了某種優越感 或者是因為他們誇張的言論跟行為 確實製造了某種劣跡的反差跟笑點 這樣的文化 在這個網路影片興盛的時代 也不是只有在中國才有 每個國家或許都會有一些靠著一些異於常人的言論 或是行為來博取大眾注意力的人 但我們團隊討論之後覺得 馬寶國在中國會紅成這樣子 或許也跟中國的網路控管有關 在這個環境下面要表達自己的創意 常常會需要左閃、誘躲 遭遇到一些不少限制 但是馬寶國反而是一個很安全的題材 他不是政治人物、不是明星藝人 也沒有什麼正面的形象 嘲諷他也不會引來粉絲護航對罵 惡搞他或許反而還會讓人感覺比較正當 那當他自己提供的素材好 大家嘲諷起來又超沒有負擔 甚至商業平台還會幫忙推播 那這一切看起來都很歡樂 不過為什麼官媒這次要不講武德的 去批評這個神醜文化呢? 畢竟以經驗來看 就算沒有人出手制止 網紅這種線上本來就是一個接一個 突然出現然後自己默默的消失 那我們推測 官媒批判的神醜文化 可能還只是表象而已 他們真正想要打擊的或許是更理面一層的東西 也就是能夠激發創意 甚至是帶有反抗威權、批判性的鬼畜文化 這次官媒所指稱背後推波助瀾的網路平台 很明顯指的就是Bilibili 也就是B站 那關於中國B站的這個鬼畜影片文化呢? 我們之前在《後浪》這支影片裡面也有講過一些 而這種二創文化 可以說是B站一開始紅起來的基石 也隨著B站的影響力逐漸上升 而慢慢從原本比較小眾的次文化圈子 擴散到了所謂的主流文化圈子裡面 那中間功不可沒的 除了B站本身的主動推廣 當然還有上面各種自由發揮創業的創作者了 欸?我剛剛說有自由嗎? 好不好意思,口誤喔! 總之,製作良好的鬼畜影片 基本上都能在很短的時間內 讓不管懂不懂原本素材在幹嘛的人 都能夠直接感受到鬼畜影片本身的好笑跟有趣 但這樣的創作自由 對中國政府來說可能就不是很樂見了 因為越高的創作自由度 代表的是一個越難掌控的環境 尤其在這個流量競爭非常激烈的時代 為了博取大家的關注 有時候難免會出現一些各種劍走偏峰的作品 而這對一般民主社會來說可能也不會怎麼樣 反正太超過的影片自然會有市場機制來抵制 但對中共這個掌控域很強烈的政權來說 任何一點不受控的可能性 都是必須嚴格避免的 因為可能難免會有人透過這種極具娛樂渲染力的鬼畜作品 偷偷夾帶批評政府的意識形態這種私貨 所以趁著馬寶國影響力極高的這一刻 出來批評一下 讓B站以及中國鄉民們知道 我有在看 這樣大家之後就會比較小心 那對官方來說 這個動作成本很低,效益卻很顯著 所以出來喊個聲就很合理 但對於單純想要放鬆的創作者和觀眾來說 他們的生活樂趣或許也就這樣子被犧牲了吧 好的,那今天的最後想要來問大家是 你覺得創作者製作的惡高影片 需要顧慮到正向的社會風氣跟價值嗎? 要避免教壞你未成年人嗎? 不用,創作者想怎麼樣創作是他的自由 政府不應該要限制 只要好笑就沒有問題 低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重視武德的馬寶國為何非禁!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剛剛說到的後浪 以及中國的網路長城強國志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